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樹齡 有懷疑啦 路過的 我們踏入第二世代 Azimo 好聽說第二世代是三個世代宗比較像人 因為第一世代始終那個反響比較大 人們覺得 哇 這是一種很壞的簡直態 經典命年 第一世代充滿經典 很好看啊 割了一個月 新奇入世的東西 那一陣子很醉啊 那一陣子 猜不到這條片 太好看啊 真是猜不到 去到第二世代 第二世代就 順應了言論的反應就把主角年齡層調高一點 因為第一世代打完之後 二十多年了 主角那些就未好才差 他四十歲人 養了六十歲 八十歲 都平成小歲人是這樣做的 成小歲人是那些人 有鬍根而已 二十多歲都可以 他說已經是做了高官 那中間也可能 你明白 男人在這個時候會兒老一點 但他四五十歲之後會穩定 他已經明白他的職業高官 那他只是買車 那當然他就和他的簽名通碼結婚 那他真的慘了 那他就和他的可憐 那他就是這樣 有沒有看回所有之後的片尾 不斷地拍他的那個年紀 不斷地看著那個窗 只看著那個窗 打完那個窗戶就沒有了 那個人 因為其實這套 你去到這套 去到第二世代 一開始就說第二世代的主角 就是這個 學校 機下人大賽 對 還有就是 總子島 總子島 就是機下人 就是他老爸就成為聯邦軍的 某個機制 Bick Reignor 好像沒有Bick Reignor 的司令官 總之我高級了 軍部員 我高級了 軍部員 當然高達就被他收賣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會被他收賣 因為他AGE原理就是要吸收多些敵人的數據 你收賣了他做什麼呢 還有他作為一個這麼影響戰局的機器 為什麼不幫他人過問 喝他收賣私人上查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一個迷來的 沒有人不聞不問 還有他收藏在後方來剪草 還有他 你把他收藏起來這麼密 機器不用保養嗎 他不信你的和感床 有保養的 他說有保養的 他說有保養的 他說不信 你相信肥仔100可以保養什麼 那你要相信這個技術力的 他們是 OK的 他錢比較多都應該請到人幫他擦 擦擦 他們那些道土 有機器人在旁邊有電窗 不知道有沒有加回GPS 應該有 差不多20幾年了 20幾年開發了一個GPS 開放到一個GPS 開放到40個分鐘 開放到40幾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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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GPS 然後第二世代的主角 因為第二世代的宿敵 考慮 他的目標就是要找到高達 因為第一世代就是打破這個戰局 因為高達 對嗎 但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才會派人來找 不是 慢慢 我可以解釋 可能他找了很多年 其實 不是 很多批人 其中一批而已 明白嗎 我知道 為什麼第一代主角能夠說過高層 就是因為 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我知道那些人想偷高達 我就擺在一個他們以為沒有可能的地方 他家裡還是沒有可能 但是 擺在那些人想的軍事基地 一個正常不會想到 你擺在那些人家裡的 但現在這個是玩具來的 是吧 這個正常的 那就是 我們 所以 好像也有點老 不是 但是 因為一個這樣的高官 他的住宅很容易查 淺片那些 而且 對方的情報力不是差到這樣 這樣也查不到 有關係 那不是就不用派人進來找 對 不好意思 又忘記了 你高了他們的智商 那些人是一群善良 又不會耍鬼計 又心理善良 又會玩恐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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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龍型 是可以的 就是恐龍型 知道他們個人是這樣 很機身 完全沒有機身 他跟一顆豆一樣 好像恐龍 其實 他父親一次回家 十年回家 他老婆真是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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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很慘 因為 回去之後 就把AGE的控制器 交給第二世代的主角 就說 有什麼事呢 就要保護你的家人 他就預早出事 他根本就是預早出事 不是 小時候應該給他 對 對 有什麼東馬豆腐 給不到他 就算了 大佬 又不預早 教定技能給他 多不負責 有事 就扔他獲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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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獄 就參加了這個機人大賽 同一時間 因為他的宿敵 就是為了潮查高達 可以購買 非賺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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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國浩士 反母仔 故事 去到這裏 其實很正常 那個格局比較少年 就是 宿敵 朋友 宿敵 挺有 大陸 還要大家喜歡一條女 一定要 發達香草 我覺得是很正常 其實三個世代的女主角都不太正常 這一代的發達女主角都不太正常 他所用的 他所有戰爭的目標就是要看兩條男搞機 沒有 沒有劇情 故事最主要是 中間那段就是 揮灑青春 好像很悶 但那些 合理 其實 其中一個必要的就是 他為了建立 宿敵和第二世代主角他們的友誼 即是他才會下不了手 去殺 他的主角 就算之後看第三世代也好 他這段兩個之間友情的 可時的情依到後來影響 你才會有一個共榮感在 你不會像以前的媽媽一樣死 你完全沒有共榮 前面那兩個人 究竟為何成為宿敵 和為何要抓他兩個朋友 你是完全不知為何要抓他 你這樣做 但第四部最重要是學堂篇 那幾集你真的交代了清楚 兩後 如何宿敵 如何敵人友的關係 解釋得很清楚 你很滿意 因為整部電影裡 唯一或少數稱得上有安排 對 對 那幾集 對 最終就是 他放過了 即是 他放過了主角 你不想死的話 以後不要坐高達 沒關係 其實他放過很多次 每一次把刀隔了 我都放過你一次 不知為何 下次不會駕駛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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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下次有否說這樣 你給牙肋肝 下次不會喝酒就駕駛了 又是 下次不會喝酒就駕駛了 最終第二世代主角 去了這個軍事學校 踏上他的軍人之路 當然 加上他的父母 這些扶寅的關係 他果然是 我爸李光阿崔 一坐來又 不用等升職 一坐來就在AGE 那位 有些叫做待遇 其實這個位置 其實會看到 第二世代主角 他有些生理的 不滿 其實他招吉他 就說 我老爸這麼厲害 雖然他不知道他老爸是個心理變態 哈哈 他也是個高官 但是客官來說 他也是個高官 即 對他來說 他老爸是一個不能夠超越 即超越不飽的權利 就說 下限方面 不是 你已經看到了 成就上來 成就上來 他老爸不單是靠 就是一個設計師 但他都沒見到 一個明知自己設計 有什麼設計師 你別說 你別說 但是他的兒子 是繼承了設計才能 四十歲 半月明日動 扭動 他就說 這把藥變 你其實看到 就是第二世代主角 其實他機械人 他自己設計 其實他是想追趕 他老爸的 做到他父親的事情 做到同樣的事情 但 其實我不清楚他老爸 沒有同樣的事情 其實他這支系統 都沒有設計出來 我只是擲 放電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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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對父親的公共委員 通常都會增加不少 不少的客人 而且最糟糕是第三方 身邊的人的行業 和他老爸比較 他壓力多大 加上對小朋友的確很勤勁 而最重要的是 第二世代主角 是沒有成計到 變態的X超能者能力 這個不算成好一點 小數正常 比較正常的 你不算成好一點 大哥不要搞 因為搞這個 其實是一對趙組 證明了沒有這種超能力 那個人是正常一點的 例如白狼 白狼 我發覺主角要 就是 好像你們說了幾個正常 例如第一代是爛掌 白狼 還有 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 這班人都不看數 你說我 其實沒有超能力 這個設定 我覺得是 整部戲最大的亮點 是 因為 其實 過去 就算是 舊遊戲時 都會有一些 真正的Ace Pilot 是靠上人的反應 去力壓一些新人類 Taito未必是舊 例如說 最出名的 應該是石塔里的日澤 是 是一個普通到普通的普通人 但是 所謂新人 每個都遇到他 都被打到一波一波 他都不算一段 但相對不是這樣 就算是一時機 主角的機 都可以打到主角一波 這裏就是 由 白龍成為 他的人生導師 不過是合理的 因為 白龍也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去 爬到這裏 他還是一個Ace Pilot 也證明 我是一個常人 我絕對是忽敵那些 有變態能力加持的 以怪的 變態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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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看到 第一世代的主角 對第二世代的主角 其實是很冷淡的 對他的兒子很冷淡 因為他知道 他是一個變態 他們沒有共同的話題 全成不了 我看他這段 第二世代的主角 焦急這一段 其實是挺好看的 你也會替他 你也會替他 年輕人想做一些成就出來 這段是有劇情 他逆中了幾個男朋友 主角的自我認同 能力 天父 天父 天父我沒有這個能力 怎麽算呢 少年偉德的八郎 他作為他的叔叔 就是他的好朋友 他兩樣東西都有 他有的東西他有 他沒有的東西他都有 所以就搶回女兒 而最重要的是 他知道 女兒其實是 喜歡他 喜歡他的好朋友 多過他 全方位都輸了 他只是很慘 其實你看他的劇中裏 他這麽衝動 不理後果 其實是 作為一個年輕人 都情有可言的 都合情合理 在情感和反應上 是 劇中少數比較合理 因為劇本加大衝動 你知道為何他這麽衝動 不是死小孩這麽衝動 他真的有原因 有很多複雜的背景 交代給你 有深度 有交代的角色 所以第二代的評價 普遍都是遠高於第一代 還有第三代 還有第三代 有人說過的 而在建基這麽衝動 他也沒有 X超能力這麽衝動 更加會覺得 他好像 任何方面 都被人相信一場 被人的感覺 所以他才沒有 所以 白狼 就 維護他 現在說 其實 都是幫助 是 想這麽衝動 那 既然成為 這個 X超能力者 鐵山大 成為一個 超級的 駕駛業 即是一個 Ace 無論什麽的人 都好 我都可以憑自己 來打敗對手 就像 剛才 Sero 舉的例子 Setta Setta 很厲害 但其實 好的地方看 第二世上少有所謂 你第一次說 就說一句 其實 很難說一句 你就令他的心結搞好 這個心結 混了他十幾年 都沒有人跟他講話 都是兩道人的過仇家俠 已經是 因為他混職了幾十年 當時就過了二十幾年 是 沒有可能是兩句說話 真的一句問恩手 這個是完全不現實 無論是宿敵方和第二世代主角 其實他們之間 每個人都拿著 一看到出來 就好像說 宿敵那邊 好像是為了大義 他有自己的信仰 但他經常都說 第二世代主角就是沒有信念的你 你只是為做而做 那他也說得對 他真的沒有 他就是想超越 他就是想超越 想打低宿敵 他就是做到他父親做不到的事情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沒有更高的理念 但另一邊 我想說 阿八糕 為何聲音算得那麼快 第一集他是無間道特工 過了兩下 他就變得很快便爬到地球真辭 私情官的位置 其實他應該是屬於總統 那個老橙 老橙總統 但實在是 有種聲音分子 但也有些奇怪 明明正想特工轉頭 一個問題實際就升到那個位 太快了 你力去做假的 人家 朝中人包庇你 要被你升職 你催不著 二實社會就是這樣 二實社會就是這樣 多年有另外一個解法 我不曉得 那些事情那麼多 都有這麼多人 最終其實你說 在九位攻防戰那裡 最終就是 其實第二世女出角 為何之後 都會有些失常的原因 是因為他不小心戴那個頭髮 是 是 最終就是 他不是解開人的心結 他都很想成為一個白牌 他都很想成為一個 X-German 差點腦查就可以了 整個頭髮 UE那邊 拿到的一個 可以 可以去 去 去啟動這個X能力的頭髮 然後帶了 然後出來拍電 老殘也變了 就不應該 有Camele 哇 他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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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代的強化人 人的一種演繹 最終就是白狼為了救他 就欺身了自己 那個位置好看的 OK 也很多人說那個位置做得好 最終就是 全城 其實叫做什麼呢 嚴格來說 尤其你說 他是第一世代的時候 不如說他成計了白狼的意志 傳活下去 你見他之後也是 布基也有白色 其實是紀念他 他之後轉到白色 為了紀念白狼 不是出部特別版 那當然其實不得不提 在白狼小隊那裡 有一位人兄 他是犯了這個作為 不是 不能夠說的對話 不是 動畫才有所有 橫跨第二第三世代 他都做了 那 沒有死啊 第二世代 他說的就是 回來就結婚 通常那時候的人就猜 你都是死硬 他沒有事 那是轉變能力的 是轉給其他人 那不是 這個角色幾特 你得緊的 但是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 其實 他又是不看書 過之後 這個角色最終就是 跟他告發 同一位 會整理員告發 眼鏡娘 眼鏡娘 是出事 眼鏡娘又為了 其實眼鏡娘自己出去清 那個雅力而已 他不喜歡清就不到他死 你不明白 你明白剛才我們也說過 罵他那幫人 不是做事的 你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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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第二世代 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 副二線角色 他的心理面 反而是比 所謂的主線那些更加好看 是啊 你好像我剛才這一對 他們在說 戰爭 我今天不知明天 明天死了也不知 所以說 我要及時 要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 其實他不是沒有報過的 他之前也在說 打你自己的機 其實我們每次出擊之前 打前吵架 還有之後會流騷的哥哥 都是有膠窄 他雜窄有少許滲出來 這個是二世代算得比較好的地方 起碼角色是有POPA 不會突然之間 瘋了一聲 誰跟這個原來有腦 結果瘋了一聲 就死了 哈哈 好像 吵架 從前有個人死了 哈哈 你拿豆豪 從前有個人 豆豪死了 你拿豆豪 這個是第二世代 普遍評價比較高的地方 當然你說 第二世代 我們都是 第二世代做得差的東西 都是因為第一世代 有主角女士 總是要拿這部AGE出來 然後在這裏出來 不知道是要做什麼 有人叫他不要出來 但我們也要出來 有的 難以免得難以免得難以免得 但問題是他不應該出來 他出來 要整班人護著他 他拿了一部舊機出來 改了 你當他舊時的機器 是超過當時的技術水平 過這麼多年間的改造 應該都可以跟當時的技術 匹敵到一些平衡 超兵的也好 但他本人是X的 X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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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說 雖然我覺得 都沒有引致到他唱了第二世代主角的氣氛 因為他本身這傢伙的聲音都不是很好 對他的描寫 其實這傢伙在第二世代的時候已經見到 他已經是個心理變態 對他來說 他已經不是為了什麼 沒有戰爭的 他純粹說 你對我沒有 我女兒 現在搞到我要娶個 不知道 娶個青毛竹馬 而搞到我兒子 不是這個 X的 X的力者 這條數真是很難計 什麼 他們全部都不是好人 他殺了一條女兒 全部不是好人 全部殺了他們 本來他打算和這個妖言 一定是生個X的力者出來的 其實這不是一些人 不是的 你可以有隱性 負負得正 必然一定 但這些是結果論 他無限聖章 死人是無敵的 你知道 26毛的性格都像 總之 他現在是說 我兒子不是X的力者 你明白 我是X的力者 三年子是X的力者 三年子是超級X的力者 問題是他兒子不賣 他兒子透過人家意 不是這件事 但對他介意 因為他 他兒子 哇 又不是X的力者 還要 又廢他幾折 又廢他幾折 又不是心理變態 你怎麼說 他女兒又沒有死 我這件事的理工 是這件事 他心裡多漂亮 而這件事的印證是什麼 當第二代主角 戴了那個瘋子頭皮之後 他父親回來之後 是沒有很嚴重的回答他 比起其他條件裏面 他覺得 你還是成為一個變態 沒有話跟你說 不是 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你通常負任那些事 很多時候 爸爸就會說 我在你這個年紀一陣 我又怎樣怎樣怎樣 但你先換回QC 我未到過這個年紀一陣 我已經死了一條女兒 她到你到現在還沒死 你有沒有搞錯 對呀 還有一個申報解釋 這裏都勉強合理化 因為白狼令他影響到他的心情 都勉強地合理化 我記得當時說好話 始終白狼是代真師 我們主角在第二部劇情裏 就好像說 他不停 他希望改變聯邦的內部 其實他是想消滅另一手 他不是想 他改變聯邦就是一個過程 他真的沒有誰 全滅對方 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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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那部要搞定聯邦 給自己的玩具 當然當他不停收入情報 包括剛剛出獄就不小心 因為第一世代人心 自己說一句話 你的人生之後就是為了復仇二戰 你的人生就永遠都很悲哀 話說回來 那個人周圍 他將來會做一些總司令 原來是小運運 那你每個劇情都這樣 人生無神 我想說的 其實他不停在說 因為他不停在說 就是第一世代主角 其實他不停在收集 因為他知道就是 在聯邦內部 有很多UE的間諜 或者支持者 他就為了清除這些支持者 那些支持和視訊 什麼呢 Facebook 你不能說Facebook 你不能說Facebook 這麼多支持者都往事發生 你不能說Facebook 這個都很麻煩 那是兩家茶禮 公務員的標準是公務員 不做不錯 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 在這個攻防戰之後 他就發動了這個政變 在那個最高司令 最高司令 總統來的 然後就撤破 你是半空外國的 為什麼最高司令 都還沒搞定他們 但是呢 不吃了 我最高司令不是做什麼 最終就是 第二世代主角 那時候 對他的離島 他已經作為一個示威 他已經沒有了 追不追他的老爸 因為他作為一個 他已經被白狼感化了 他獨立那條路 已經是自己的路 真是自己的路 他想繼承白狼那條路 對 反過來 即是他的白狼 變了路太難 你喜歡這樣 變了路太難 都是金白正常人 那些 留了蘇 然後 總之最後 總之 總之 我剛才提了 第二世代 所謂的最終決戰 那一段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個戰術 都是有點太大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 大家的指揮工都很喜歡 跑出來 其實無論第一世代的主角動漫 而是第二世代的宿敵 他們都很喜歡 突然跑出來 就說 我們對打 三個子一馬賽單挑 單挑 單挑的都是對面做推兵的 你明白嗎 單挑的都是對面推兵的 你要補充一班人的 其實 對面 U.E. 他們那邊 有個X-round 八人中的 那些是三魚 他之後有個妹 繼承回來 第三世代 不要第三世代 總之 第二世代那班人 是卡 人家那邊的人 正常很多 即是那個人 護著 謝哈特 都說 摩落地球 致你私底 我相信你 是搞得到的 但他回去睡覺 他正常很多 他回去睡覺 是 是信罪人 我相信你會 帶給我們 什麼U.E. 什麼榮光 他回去睡覺 這個其實你說 第二世代的失敗 U.E.失敗的原因 就是 你才不要 我講過總統的 E.D.圓的計畫 那個又要討論 還不是說E.D.圓的計畫 就是 謝哈特 他本身 好像剛才那位 那一位說 延星幾級 很多人對他不相信 而很多人根本 是不聽他的 那個是寫成鬼 那個已經是第三世代 是對他不服 你一個這個後山人 可得可留 我長大過你 官家高過你 聽你的話是類似的 然後只走出去 不知道為什麼會自殺 打了就不聽自殺 就只一個人站著就立即走 很慘 他們有兩部夾主角 被他的肩膀削了 沒想過那裡畫劍的 這些是非戰士罪來的 我們接下來也要提一下 在第二世紀的A.G.C.時 沒有了 A.G.C.是使用過往的所有資料 然後再說 要高速戰 我就要開一個更加高速的裝備 要重裝戰 我就要開一個更加重裝的裝備 第二世代的剛設力是不錯的 雖然是自警的 我在第二世代的設計算是最型的 比較可以接受 第二世代的機體是比較合理的 高速型 飛機也好 變形系統也好 其實是OK的 最少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你會見到第一世代 換隻手 換隻腳 不會覺得很噁心 起碼是養純爛 這個來的 我們比較直接挑戰 你明白 2C時代 SATA是很多玩家身上好型的機體之一 而這部繼承SATA 不管抄襲還是抄襲的血統機體 那算是英 信 歲貌 都合理的 整體都好看的 很多人計程都好看的 那第二世代的那裏 所有看過的人都覺得 第二世代的故事其實是最完美的 其實應該說在AGE的故事裏面 相對完整一點 反而第二世代的故事裏面是少的 第二世代的故事裏面是少的 第二世代的故事裏面是十多次 去到二十七八集就差不多完結了 就完結了 都是十幾集的 幾關專家 但是你說本身的緊湊程度比較足夠 劇情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其實不不提到這裏的劇情會比較平均 不會有什麼特殊會編託 我回家賺這一點 這麼短的集數 加落到幾幅集的劇情才是因緣的 反而第二世代 我的欣賞是因為他可以在這樣的劇情之下 他可以交代到他的劇情 配角的死 我覺得有些是挺有感覺的 只剩下幾個名字 有些是死的 不知道什麼事 之前那些 不知道為什麼 第二世代的劇情是玩了一個很流行的東西 賽最下作戰 其實跳唱是別了他 這個位置其實都可以的 兩個主角在中間 聊聊心事 這個其實是W的故事 這個其實是W的故事 他翻炒不合理 因為他在報告前面 還可以的 合理性是好 到劇理性是好合理的 兩個人在中間 走不掉 因為那件事 其實一直是看Edan的劇情 他們是想要地球 其實他們是不想要地球 受到太大傷害 你不是說Edan的劇情 你說當時我們看這套劇 我們未知Edan之前 我們記得他們的目標是要回歸 回歸地球是要住的 地球毀了他們就不用住了 不行的 即是利益共同一致暫時 最主要是第二世代揭露了一件事 就是 究竟為何Edan要對地球人發動這個攻擊 就是因為當時火星移民計劃 令到因為失敗了 就放棄了這班火星移民 最終他們在火星經歷了很多的苦難以後 接著他們可以上一個比地球更強的軍事力量 接著他們就向地球反擊 想跌回地球 或者想侵入地球 他們的意思是跌回地球 他們覺得現在的地球人沒有資格向地球 所以Empire Strike 一方面火星是不適合 聽你說的不適合 很多問題 一定要全班移動地球 就有正常的居所住 其實這裏你最看得到 反而是第一代主要在那個時期 他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已經是說了這件事 他就說 關我甚麼事 他的態度是真的這樣的 關我甚麼事 他就說 我知道你們是慘的 但關我甚麼事 他就說 我就知道你的女人是關我甚麼事 你不能夠全身變態的事 算了 他已經是傻了 他完全已經是叫做甚麼 你可以這樣說 他經過第一世代 他作為第一個打敗UE的英雄 這些高帽子 他已經自動環境 很厲害 這次就夠幸 加上自己的 作為一個變態 第二世代 第二世代最微都是精彩 因為他的最後是 白毛 救了二世來 救了二世 因為他跌下來的那一刻 臨美是經過門地賽 白毛 幫他打碎票 然後他自己掉下去 令H2可以安全 降到地上 這個是對兩個人的友情 所以是OK的 你不要去第三部呢 這一幕是多禁忍的 我以後就沒有甚麼事 你說第二世代 其實最終你說 他最缺少說的是愛情那部份 因為其實你是 本身你知道就是第二世代那位女主角 巴特香菜 其實喜歡 射蝦特 射蝦特 但是最終你說 去到第三世代那一刻 他就是第二世代的主角 第二世代賣美 美大三世代的那一刻 生了一胎出來 然後不可以執行任務 然後一去不犯 那就是第三世代 你明白這套東西的女主角 是用來打中的 你知道這套東西 我看過那時候 我會想起一隻遊戲 I heard Adam 戰技 我們稱為地雷戰技 是分三個世代的 它最流行的就是 總之你每個世代 都要跟一個女主角 打中生下一個世代出來的 心目被你這樣說 那我很遺憾 自己說一句